我的事是不是你跟舅舅说的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 保安来了 你走吧 别把自己冻的探头看了 干什么放开我 我不走 不用抓他 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我联系不上他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来我办公室 行了 行了 都散了吧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 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 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 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 他觉得 好像你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 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来见我 子孙都不要了 这样好吗 我求求你了 只要你说 他一定会来的 我只是想和他解释清楚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 都是误会 萧阳 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他 就要学会坦诚地面对 感情中 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我